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awma Lika 大家好 我是Yamei-chan 今天Yamei-chan了 現在是幾點 我來看看 六點半 走上六點半的Yamei-chan要去哪裡呢 今天Yamei-chan想要帶大家去達勒府 去當個道地的泰國人 Sawma Lika 這是我們住宿的小姐姐 她去買菜回來了 然後我現在就要去 好啦我先這邊跟大家講啦 不要說是賣個關子 我現在要去呢 在達勒府的這邊的一個 當地的local市集 然後要去看看那邊的菜市場 去找一些吃的 然後去逛逛 當然最重要的是呢 想要帶大家去體驗一下 如果來到達勒府的話 其實呢還有一件非常有特殊 跟有記憶點 跟很特別的一個小小的活動 是什麼呢 Tangbun 對 做功德公升這樣子 那現在呢 我要去那個市集附近 然後去找和尚 然後要做個Tangbun做功德 那我現在後面這邊就是那個 Old Town老街這一區 那今天這個衣服 這個衣服 是我昨天在那個Walking Street買的 所以我今天就忍不住穿上來了 即使今天是有點陰陰的 有點涼涼的 天氣好像沒有很好 還是硬要穿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 就是 突然覺得可以當個泰國人的感覺 很 很興奮啦 走吧 GO 好 這樣子一份是35泰銖 然後必須一定要裝袋子 因為和尚的那個波沒辦法裝太多 他們必須用提的提回去 就是 我已經做完功德了 然後 我的心得是 我一直以為說 比如說他們有兩個和尚 站在那邊 我就必須要 供給兩個和尚 其實後來是不用 只要供給一位就可以了 因為 就是 因為可能一個在忙 另外一個就可以協助給下面一個人 這樣子 所以就是 其實我一直以為說 站多少個就應該要給幾個和尚 這樣 那其實就是一份心意 如果你有那份心意的話 其實 呃 不在多少 而是在於你有沒有那個心意 那今天呢 就是一早帶大家來體驗這一種 就是 呃 泰國文化 然後唐伯倫這個 呃 嗯 活動 那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到達勒的話 呃 有看到 呃 如果你跟我一樣也喜歡逛菜市場 然後有看到和尚的話 不妨可以先去詢問附近的店家 有賣吃的的店家 然後來問他說 欸 這樣一整個的是不是給和尚 是的話 那說一份的話大概多少錢好 那你就買 買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來找和尚 然後就直接 遞給和尚 和尚就會打開那個坡 你就放進去 放完之後 記得就是要 身段要放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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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最好是 呃 那現在我們去找吃的吧 GO 有好多小吃 然後這個市集呢 就比較像是菜奇亞菜市場的感覺 那菜市場感覺 除了像我後面這個 有放花 就是一束一束的花 其實也是可以供給和尚的 然後這邊市集的感覺 比較像是生鮮魚貨這樣子 哇 它是這個 哇 呵呵呵 好大喔 好大的魚喔 然後這邊就是賣比較是 生鮮食物啊 比如說 海鮮啊 魚啊 然後 蝦啊 再來的話呢 呃 我不曉得有沒有賣一些 可以吃的 我們逛一下 因為真的是很像菜奇亞啦 哇好多喔 如果你喜歡逛菜市場的話 其實你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其實不用買東西 我也覺得可以建議來看一下 因為畢竟 就是 如果你已經來到達樂府的話 又已經來到泰國的話 我覺得 呃 去觀光當地的那種 很local的事情 你可以更 呃 深刻的去體驗 就是當地的 生活是怎麼樣 這邊人都很和善 就是 你只要微笑 他們也會跟著你微笑 他們不會因為說 可能看著我拿相機 然後就 覺得很害怕啊 或者是 呃 不友善 不會 這邊達樂人呢 他們對 外來的觀光客 其實都還蠻友善 而且 隨時都會保持著笑容 呵呵 我在想 這裡應該也是因為 靠近 狗腸 向島的關係 所以 他這邊賣 的海鮮還蠻多的 賣 豬肉 豬肉攤 然後到 後半段這邊 人就比較少一點 攤位就比較少 其實這個市集在 傍晚也會有的喔 所以 白天好像就是賣 比較生鮮的 然後 傍晚的話 就是賣一些那種 小吃類的比較多 所以我應該傍晚的時候 還會再來一次 再來拍一次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傍晚我要吃什麼 好 又是吃的了 因為我走到市場後面這邊呢 剛好有賣一些就是小攤販 然後比如說有粥啊 有鬼條啊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我最愛的 巴通鍋 這個巴通鍋呢 四個 四個五塊 然後我就買了八個 哇 然後 小姐姐她們在賣的 好好吃喔 忍不住先吃了 現在要吃這個 粥 菸很大 菸很大所以我在閃那個菸 耶 來了 首先 要把它這個 這樣 啊 這個蛋啊 它是半熟蛋 哇 哇 然後它有 豬肝 然後 賽 這個 腸子 然後有 卡其根薑 然後有 摩薩 這個 豬肉末 然後再來一個半熟蛋 這樣子 哇 然後這個粥就是屬於比較 很很 很軟爛的啦 這樣子 就等於說 比較適合不喜歡咬東西的 就例如我 呵呵 然後再丟一個 巴通鍋 哇 像 香港的皮蛋瘦肉粥的感覺 要放那個油條 不過 泰國的油條是比較扎實的 感覺是比較不一樣 這樣一碗呢 只要三十五泰豬 三十五泰豬耶 然後 巴通鍋的話 剛剛講過的是 呃 四個五泰豬 很便宜齁 哇 然後把蛋攪破 這樣 這樣 拜拜 咬 拜拜 剛剛有給那個阿嬤吃一個巴通鍋 他人很好 這樣 這很燙啊 其實原味的就很好吃了 可是我有 察覺到那個 泰國當地人啊 他們喜歡加 辣椒 這樣就好了 這樣 這個沒有到很鹹 我覺得它的味道還算好吃 嗯 加了一點辣 整個變 好辣 有一點辣 可是還蠻過癮的 一早吃那麼辣好嗎 還好我已經那個 先上過 嗯嗯了 一邊吃東西 一邊講廁所 好嗎 還蠻好吃的耶 好特別耶 其實我喜歡加一點酸酸的 這個 我喜歡一點酸辣酸辣的感覺 不管吃龜條啊 或是粥啊 靠洞我都會加一點那個醋 辣椒醋 嗯 加的完全就是我愛的味道 先讓我靜靜的吃完這一碗粥 好待會呢我們就去喝個泰式咖啡 現在來到了這個 攤位 然後它居然 我說剛剛是茶攤 可是居然有在賣那個 溫泉蛋 然後放在杯子裡面這樣 呵呵呵 這樣這樣這樣 它進去吃到這個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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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還蠻特別的就是你點了飲料之後還會有一個茶 然後 欸你看這個 這麼多杯這麼多杯 你猜我是哪一杯 哪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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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 乾啦 不用 它這是溫泉蛋 然後溫泉蛋要加這個 可是下面是什麼啊 我以為是一顆蛋結果是兩顆蛋 早上吃這個很普拔 好 噢巴桶果卡 就去買一份巴桶果 然後穿著來吃欸 這應該要加個 吐司一起吃啊 這樣單吃覺得好奢侈喔 呵呵 呵呵 嗯 好吃 再來這個 這個是 泰式黑咖啡 烏涼 泰式咖啡啦 就是甜的 下面這是煉乳 然後這是 泰式奶茶 然後下面是煉乳 好啦我要動囉 好濃喔 好濃喔 這個 很濃啊 其實你要說它是黑咖啡 不如說它是有點 濃過頭的阿華甜的概念 因為太濃了 整個就是很濃 那像這個 我覺得這個應該也很濃 好喝欸這個 雖然又是甜 然後它喝得出茶的 茶葉的味道 然後煉乳的甜在裡面 喔很搭欸 啊 喝完甜的 我要來這個鹹的 好幸福喔 我覺得這一次啊 可以到達勒呢 去 一早就來 在這個周邊這樣吃吃喝喝的 我覺得就是 可以很盡情的去體驗一下 泰國當地的一種旅遊的感受 所以希望如果你真的有機會 一定要來 我知道這支影片講太多太多太多次了 是真的希望大家到達勒呢 找一個 早起 就是早起的時候 然後就趕快來這個 菜市場走一走 湯伯恩 然後吃個 街邊小吃啊 當地小吃 跟泰國人融入在一起的感覺 真好 你看 哈哈 好啦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喔 想要知道更多鴨美講的泰國資訊 請記得訂閱鴨美講 游樂跟飯師團喔 掰掰 我去找人家沖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歡迎 再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